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得说说天津 天津出事了 那之前天津出现了确准病例之后 为了全力保证北京 天津的政府是下了大力气来狠抓 那么在这种高压强压之下 有很多地方做得非常不到位 出现了很多让人痛心的这种场景 那么眼下天津的西清区 有很多人因为饥饿 因为种种的刁难 他们走上了街头 发生了这样的一出处的群体事件 那么眼下很多警察 已经大规模的赶往了西清区 可能已经被扑灭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说说详细的情况 来聊一下它发生的原因 以及它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 那你听完之后 如果认同我的观点 千万别忘了订阅评论转发点赞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 怎么回事呢 根据我手里掌握信息来看的话 天津这个西清区 有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集散地 他们很多就像北京之前那种 在街上站着 穿手站着 手套袖子里边 我不会弄 套袖子里边 完了有会等活 有人来故宫的时候 就来他们这 所以西清区有住了 据说天津本地人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验证 我说的对不对 他们很多人住在这个区域 那么他们住的这个区域 等这些活的同时 当然他们现在不会像上街这么等着了 但是也是等电话等等 用新电话手法 那么他们住的那个公寓 都是那种小隔间房 很多的 有一些可能是原本的几居室 改的隔出来的 那么这些地方 可能只能满足一个睡觉 和一个简单的生活 这些人平时可能白天都在工地什么的 工地也管吃喝 也不用做饭 所以那个地方真的就只是发挥一个睡觉的作用 是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眼下封城了 封城之后 这些人第一他找不着活干 没有钱 第二他没有地方做饭 他得买着吃 外卖不让送 他们没地方吃 高价菜也吃不起 你让他们怎么活呢 所以这些人活不下去了 所以才出来 那么相关视频的你也知道 油管现在的审查非常严 发不出来 甚至图片可能都困难 那老规矩 我还是会把东西上传到咱们的推特上 到时候把链接放到下面 你们可以点这个链接 去看相关的图片和视频和内容 通过图片和视频 你看到有些人群情激愤 要跟警察给我个说法 还有些人站在车顶上 在呐喊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 当然这些人最后 肯定会被中国警方一一逮捕 因为中国的惯例就是你提出问题 那么我们就解决这个提出问题的人 把这些闹事的抓起来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 因为我突然发现这种事情的发生 和这些我们日常的生活朋友们 我们遇到渣男或者渣女 在揭穿他本来面目那一刻的时候 发生的境遇非常相似 我们看比如说有一些渣男 有一些渣女 我们怎么发现的本来面目呢 都是因为某些事情 对不对 都是些本来事情 舞台上两个人 哎呦这边您 哎呦师哥 看过那段子没有 师哥您这个辛苦 您帮帮凳子 我来吧 我来吧 我来搬啊 但是他自己站在那是从来不动 这个是个小彩蛋 你们谁知道 我说的这段相声段子 是发生在哪一个演出专场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给我留言 我来吧 我来吧 就搬凳子那人 啪唧把椅子摔在那 你倒是来呀 对呀 虽然是个相声现场 但是这话说的就特别的到位 很多人爱别人 帮助别人 关心别人 全停留在嘴上 哎呦 难受啊 多喝点饿水 我喝你妹啊 对不对 我不知道喝饿水吗 我需要的是只是热水吗 所以说爱一个人也好 或者说是关心一个人也好 别扯得嫌淡 别说那嘴盆 上嘴瓶 上嘴瓶 专头我跟你说 我给你说各种甜蜜语 我给你说晕了 没问题 那有淡用啊 半夜孩子哭了 谁起来去哄孩子 这是真爱对方 那么同样的道理 对吧 中国人民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民就是一切 人民怎么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不抛弃不放弃 对不对 这些话和这个 我爱你啊 我来搬吧 我来搬吧 是一样一样的效果 你倒是搬呢 你倒是爱呀 你倒是给我来点实际的 对吧 其实天津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很好解决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的生活标准 肯定不会像那些 长久的老天津 早上起来 要吃哪的包子 要吃哪的点心 也不会像一些特权阶层 给你找那么多事 人家就是一个想活着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条件 那么你天津市政府 专门考虑到这个问题 你要封城之后 你肯定是除了那些医患 要用药之外 其他这些务工人员 他没有收购 你难道想不到吗 如果你想不到 只能证明天津市政府 你们的这个官员们 你们的执政水平太差 只有这一个说法 对不对 你自己治下天津区的区长 这次可能我估计搞不好 可能都要丢官 我不知道 可能会丢官 因为惹出这么大事来 你把人这逼得 对吧 带头的作用怎么办 其他地区学怎么办 你这个责任很大呀 对不对 这很明显的问题 所以说你简单的 一些简单的盒饭 不要求你多好 简单的馒头 简单的米面 或者这些简单的减餐 哪怕是泡面呢 对不对 你给人送上去 提前解决 总比这些事情闹出来要好多 但是这些人不会干 由此可见 这些人的执政水平 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而为什么我说这事有意思呢 也是因为正因为渣男渣女 他只说不做 那么他的面目被揭穿了 那么眼下中国的宣传口 你知道是中国现在重中之重 每年中国那么大 几千亿的维稳费用 你可以让所有人都闭嘴 你可以让所有人都指歌功颂德 你可以找一些五毛在网上大唱 赞歌热害了我的国 但是你可以让这些人闭嘴 你可以让这些人不在网上 说这些你们认为的不当言论 可是你没办法改变这些人内心的想法 猴山上的猴 当你站在顶端往下看的时候 你确实只能看见一张张的笑脸 可是你看不到这些猴 心里边是如何的一个一个的屁股 他心里对着你的绝不是那张笑脸 而原本那些还仰着脸 真心有笑脸的这些人 在你这一纯纯的铁锤之下 这些人如果还心里头也是笑脸 那这些人就真的是极贫 真的是脑子有坑 对不对 真实情况 这些人心里面也都明白过来了 我知道了 我不是姓赵的 我不配姓赵 我不配做社会主义接班人 我就是个韭菜 那你觉得真实这么情况 全文恶地这么来回里两圈之后 中国还有真粉红吗 可能没有了 中国将来只有假粉红 靠着粉红挣钱 是门生意吗 对不对 是门生意 发条评论几分钱 发条评论几毛钱 发条评论可能还减刑呢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 慢慢慢慢的 那中国的舆论可能再过几年 那就是真加速了 就真的没人相信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局面特别的有意思 当然了 咱们反过来说 什么事正反两面说 咱反过来也得说 在中国你要想生活下去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说 当然我们这话说出来容易挨骂 但是大家见谅 都是老观众了 见谅 在中国咱们很多人的一些行为 看不起 比如说处理吃婚宴 好家伙 大猫大马 懒 不是去祝福别人 就是为了吃 比如见便宜就站等等 这些都是坏行为 咱们必须要说 但是实际上 在中国 他们为什么形成这种情况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数 那可恨之人 他也必有可怜的原因 这个也是相对应的 中国人 他们必须要拼 他们必须要骗 他们必须要做各种各样的 在我们正常 海外很多人看来是 令人不齿的事情 来获得他们的生存资料 你就看过西清区这些人 其他的居民 人家家里有厨房 有存款 多少有点存款 或者有点什么本地的办法 人家怎么还能扛 能不能扛到疫情结束 不是 但至少还能扛 但是这些不是本地的这些 外来的务工人员 北京可能也有这么一批人 其他各个城市都有 这些人是生活在城市中最可怜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不是本地本乡的 他们寄居在外地 本身就受歧视 更何况当地政府也不把他们当成人 说的都是中国人 可是用你的时候 找工作的时候 你35以上都像你老 要生孩子了 60以下都是年轻人 这就是中国 所以说这些人他们最可怜 那你要想避免这些人怎么办呢 你就得往上爬 你就得踩着别人往上爬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 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 但是中国为什么喜欢人踩人 也许这也许是一个原因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因为对于这一点 我是刚刚想到的 我没有去做考证 也许这是一个原因 太可怜 也太可气 也太可恨 他没有办法 在这种程度 他必须踩着别人往上爬 确保自己不是在最底下那个人 他可以不跑赢狗熊 但是他要跑赢自己的同伴 那么这种国家 我们称为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词 叫内卷 最好的办法是两个人 或者更多人团结起来 你不需要跑赢你的同伴 你需要团结你的同伴 把这狗熊给他干掉 所有人都好 那么其他国家 西方国家 他们历朝里代都是这么干的 发现问题 社会制度问题 或怎么样问题 他们团结起来 把这个东西给他压倒 给他打破 给他怎么怎么样 那么社会就进步 一代代进步 西方现在又遇到了各种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 但我相信 只要是保持这种心态 那么西方依然会再次战胜这一轮的冲击 那中国呢 中国目前来看似乎他还在玩以前的那套玩法 那就是跑赢你的同伴 把他们甩在身后 你就安全了 那么下一次呢 当你成为那个落在后面的同伴呢 你喜不希望有人在前面伸出一只手拉你一把呢 这个人应该是谁呢 是你的邻居吗 还是你的组织呢 对不对 是不是你希望有一个国家政府 在你危难的手上来拉你一把 而不是一脚把你踹到熊嘴里去 所以我们正常人 我们来看一个国家 哪个国家的迁入最多 迁出最少 那这个国家不用评比 在世界上它可能就是最好的国家 哪个国家迁入最少而流出最多 那毫无疑问 它是世界上最差的国家 那如果一个国家人民 他不许进也不许出 你比如说朝鲜三胖同志 是吧 那么那个国家被称为在世界上是邪恶的国家 我们愿意做哪个国家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 好了 那么今天关于天津这个事情呢 这个突发事件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总的言之言而总之 不是一个好事情 是让人可以觉得一个 吐死狐狈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大家吸取教训 也就仅此而已了 没有任何的区别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好了 那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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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